上回书 咱们说到南侠司马空 拿这口宝剑望侠舵 这大和尚 双针一搭十字架 望上堂 眼瞧着这口宝剑 离得子五分心针就一寸了 这南侠司马空就认为 这大和尚祭祀躲不了了 祭祀多大的本事啊 心说甭说一寸 你离我这子五问心针 就九彩印这么薄 我想变招我就变招 这把射匠啊 就是这么眨面的功夫 能看出高低能见出输赢来 都是刀枪棍棒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 您看这里边缝就大了 祭祀他能不知道南侠的宝剑 是巨缺剑吗 就是崇钢的剑一接 接这口宝剑 也照样让这口宝剑给弄舌了 甭说自己这针了 崇钢的又怎么样啊 接这宝剑接得了吗 大和尚左腿弓右腿崩 等南侠的剑到了 一看这大和尚不躲 这宝剑可就实了 大和尚继次猛的一低头 变成右腿崩左腿弓 照着南侠的小肚子 这针就扎过来了 可把南侠司马空吓坏了 无量府好厉害的凶丧 南侠就是脚尖一点地 蹭的一下 横着就出去了 来了个鲤鱼跳龙门 南侠望外这么一纵 祭祀就把双阵收回来了 弥陀佛 先章请 就这一下把南侠司马空给气晕了 北侠秋田秋佩宇可在台下看着呢 自己当年跟南侠在杭州类上交过手 北侠秋田知道 南侠秉性及早太自信 北侠信说 就你那招 你当成实招使 你以为祭祀什么都不会呢 你上当了 人家可没上当 祭祀脸上没带出来 依然是笑容可掬 先章请吧 无良佛请 南侠司马空二次纵身 剑步如飞 和尚百双针 极甲相还 一声一道 两个人就打成一团 僧袍跟道袍 一起兜起风来 就如同穿花的蝴蝶 围绕在一起 转眼之间 这两个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 大家 再一看 南侠司马空不敢进招了 只能招架了 大家可就跟王爷说 王爷您瞧见没有 南侠不进招了 祭祀的能力太大了 王爷 众美哥哥兄弟 给我看着点 我跟高僧讨教讨教 大家一看 说话的正是 长州北门里 清风向赛派飞行侠 苗泽苗润语 老侠苗泽一根刀瓣 飞身形跳上月台 跟司马空说 道兄 您和高僧可打了半天了 彼此都是一样的本事 没办法分出胜负来 道兄 您撤一撤 小弟不才 也跟高僧讨教一二 南侠司马空 须点一见 纵身形出去 穆良府 善哉善哉 高僧啊 今天咱们就打在这里 贫道告退 现有长州府北门里 清风向飞行侠 苗泽苗润语前来讨教 苗老侠客请吧 说完了南侠司马空 跳些月台了 纪辞一看那苗泽 信说 这个同龄跟侯振远 请来的 怎么都是南七 北六十三省知名的人物 大侠客 哪位都不含话 这苗润鱼也是堂堂有名的侠客爷呀 弥陪陀佛 祭祭祭把势高 这苗泽一上台 这祭祭就能说出 你使什么兵人 你到底有多大能呢 老侠苗泽 微微一笑 高僧啊 微末之计 何足挂齿 徒增汉颜 你也是武林的老前辈啊 有道是知足不辱 老高僧 您想过没有 你我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在江湖上略有威名 要是一定凭自己的能耐 把对方战败了 我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高僧啊 我听说 您也说过 红花白藕青莲叶 三教原来是一家 咱们可都是武林的弟子 也都在上三门的门户之中 何必为了一己私见 争个长短 弄个输赢呢 您说我这话对还是不对呢 大和尚祭祠啊了一声 其实祭祠 听完苗老侠的话 他挺佩服苗老侠的见解 只不过现在祭祠和尚是 骑虎难下呀 老和尚双掌和十 苗老侠 谢谢您 您这话可说晚了点 应该在没动手以前就提出来 因为您也是老前辈 您的坚实良言 我记此 一定能够听 可现在晚了 不成了 您也亲自眼见我师弟被打 而且月台之上 已然出了人命了 我下帖子 请来不少的宾棚 在月台上 已然死了几位了 在这个时候 我要听您的良言相劝 急流勇退 悬崖勒马 苗老侠呀 人家陆林道的朋友 拿我祭祠当成什么人看待啊 没办法 这话您说晚了点 对不起 请您亮出军人 你我一站 好 苗则苗润鱼也听明白了 高僧 既然如此 苗则奉陪 苗老侠一摘刀鞘 两刀崩狂一顶 叉啦啦 龙音虎啸之声 金颗金呢 苗老侠把刀鞘一放 虎毛宝刀掌东一擎 大和尚一看 这口刀四尺开外 一八张半宽的刀身 背勾一指 扔勾一丝 吹毛可过 锐风双快 这口刀 好家伙 要是杀人 就跟闪电一样 两个人都望后一车步 苗老侠夜战八方藏刀士 左手一晃面门 宝刀在祭祠面前一扇 反背撩阴刀 望右一上步 右手从左边过来 宝刀望前一推 宝刀倒鞭顺着祭祠的下灯 啪就下来了 祭祠大和尚点了点头 信说好刀法 马上望左一滑步 梳过右腿 右手针望斜了一推 直奔苗老侠 拿刀的手腕 苗老侠赶紧望后 坠走沉间一撤刀 祭祠跟着 左部就过去了 半个圈使 啪 左手针 冲着苗老侠的太阳 雪就到了 苗老侠就是一拿宝刀 左手搭在右手的手腕上 往前一推 拿刀刃一迎 和尚望后退 苗老侠赶紧进步草堂 和尚祭祠 脚尖一点地 长腰起来 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 招招逼近 两个人打了三十多个回合 平手 不见输赢 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 苗老侠 你好俊的刀法呀 高僧的针法也令我佩服 二位 暂且霸招 晚上我要两句话说 祭祠马上虚点一针退下去 苗老侠望后一撤 两个人同时观看 说话的是谁呀 是湖南三老庄 老英雄左臂神刀 红利红炳南 苗老侠赶紧跳下月台 左臂神刀 丙南宫红利 雷霞佩戴着八宝电光刀 飞身就上了月台了 小左臂神刀红利前来讨教 大和尚祭祀瞧着红利 弥陀佛 没听说过您的名字呀 一看这个红利六十岁上下 穿着打扮也不惊人 小左臂神刀 祭祠一想没见过这位 这位使的是左臂刀 左臂刀能有什么出奇的呀 弥陀佛 请问 他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红利义功道弟 高僧 我已然通过名姓了 家住湖南三老庄 人称左臂神刀 小左臂姓胡名利自秉男 高僧 您的招数太出奇了 实在令万生钦佩 一时济养来到月台之上 有意抛砖引玉 跟您讨教个三合五十 我明知不敌高僧 请您高台跪手 弥陀佛 太客气了 请谅君 这个大和尚祭祀 确实不知道 左臂神刀 红利活病难 红利 马上把刀摘下来 按刀瓣 一按崩凰 一声响 叉朗朗 宝刀就离了刀窍了 一到寒光 光芒四射 是赵人二目 光刀怎么一闪 祭祀心中纳闷啊 心说 同龄跟侯振远 他们的朋友 从哪找的这么好的军人 啊 这口刀 这么好的钢口 肯定是一口宝刀 确实让大和尚祭祀 看出来了 红利 红炳南 把刀鞘往地上一放 高僧啊 我红利初学乍列 高僧 您可要高抬贵手 哎呀 老施主 太客气了 请先进招 红利望前一地刀 和尚摆 双针 极甲相还 左臂神刀 施展刀法 打了六七个回合 王爷愣了 王爷就跟他们在一起 也能看出来了 这些老侠可爷 小门弟子 全都愣了 你说大和尚祭祀 多大的本事 没想到 跟左臂神刀 打了六七个回合 大和尚祭祀 手忙脚乱 看起来 这个红利 要想赢祭祀 太富裕了 大家伙就瞧着 这左臂刀 太出奇了 心里都明白 红利红炳南 这口刀 跟谁学着 这是三清教 教掌欧阳爷的真传 天下无双 再说这是一口宝刀 祭祀真是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进不去招了 大家伙心说 这回可把祭祀赢了 没想到 红利红炳南 虚晃一招 纵身刑出去了 高僧 承让承让 我跟您告假 低头哈腰 捡起刀鞘 转身刑下月台 饱刀入鞘 别人不敢说话 说过来问 哎 左臂神道 你真行 你能把大和尚 赢了 为什么不赢 都是侠客爷 谁能问呢 王爷看出来了 王爷也不好直说 王爷走到红利面前 老英雄 好本事 好本事 下边的话挤了半天 王爷还是没问出来 这要是海川呢 王爷当然就问了 大家伙奇怪 那么红利 红炳南 这么好的本事 为什么不赢 这大和尚祭祠 您瞧 一个人 一人行 书中暗表 红利 红炳南 这个人 不求名 不求利 他不输敌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不上去 大和尚祭祠 心里服 这人的功夫太高了 左臂神刀 果然不假 手捧双针 弥陀佛 这位施主 刀法读出一门 胜过贫僧万倍 您瞧这祭祠 该谦虚的说 照样谦虚 按理说呢 我就应该 知难而退 不再动手了 没办法呀 贫僧 我是铁山寺的主人 今天的事还没完呢 所以我厚颜无耻 还要陪 诸位施主 走上几盒 乃位上来 贫僧奉陪 月台底下有人说话了 高僧 好功夫 真令一下钦佩 蹭 上了一位 大和尚祭祠一看气坏了 好你个吃里爬外的呀 我给你下的请帖 你倒跑那边去了 上月台的正式白马河干家谱 话底无形 引一霞 甘雨甘风池 在甘风池左蕾下 跨了一成条的包包 祭祠冲着一笑 老侠客 今天也要跟贫僧我动手吗 高僧啊 我不是跟您动手来的 我在白马河破土 动工盖房的时候 挖出一队军人来 我查遍了兵阵谱 没有这种军人 访了多少高人 也没有知道这队军人的 当然 我访的这些高人 比您可就差远了 高僧 您博学多识 您身为铁山寺的一门支掌 您一定知道 这军人叫什么名字 我拿出来 请高僧告诉告诉我 祭祠心说 甘风池 你不动手打我 拿一个冰刃 到月台上 倔我 刚才红利 红饼男 用刀 倔我 这回 你又拿一队冰刃 来倔我 到月台之上 你问我 我能说不说吗 武林当中 光靠打可不行啊 如将 也要学习文学 读兵书 看战策 能讲出各种兵人的名字 各种兵人的来历和年代 大和尚祭祠心里有气 月台之上 你拿冰刃倔我 但是 大和尚祭祠不能这么说 只能一笑 好啊 甘老侠请拿出来吧 贫僧 我不见得认识 我要开开眼界 就行了 好 甘老侠一伸手 把包袱拽下来 把麻花扣解开了 把这包袱皮打开 往腰里一围 把军人双手一脱 大和尚祭祠 两只眼都看呆了 月台下 东边的侠客 西边的剑客 包括西方侠 渔城渔洞海 全都看直了 没瞧见我这种冰刃 甘凤驰 手里拿这对冰刃 二尺四寸长 好像一只小宝剑 但是呢 在瓣上 有个阔手的鹅眉枝子 像个大月牙子 两根立柱 这剑瓣上缠着带子 你得用手呢 拿这冰刃 这月盐呢 刚好阔着这四个手指 月盐冲上 再往前是宝剑 宝剑有尖 还有日 就在宝剑尖下 三寸的地方 有个如意勾 旺里弯着 非常的锋利 这俩冰刃是一对 伴上香珠欠宝 光滑灿烂 甘凤驰拖着这对兵人 高僧啊 请您 赐教 这对兵人 叫什么名字 弥陀佛 弥陀佛 大和尚祭祀 说到弥陀佛 这儿 他当时就 背住了 高僧啊 请您指点 他 祭祀这人非常聪明 他灵机一动 他看见宝尖上的一个钩了 哦 大和尚明白了 老侠可 这军人叫钩 哈哈 大了 我这军人叫钩 好 请问高僧 此钩出自哪年 叫什么名字 甘老侠这么一问 祭祠心说 这回你可就难不倒我了 甘大侠呀 您手中这队军人 出自吴越春秋 想当初吴国越国交战 结果越王勾剑打了败仗 受制于吴国 范黎大夫保驾前往 在吴国越王勾剑 藏了吴王的粪便 被放回越国之后 越王勾剑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卧心尝胆 一定要报王国之仇 所以他选来天下的钩是来到越都 希望他们打造出很多很好的军人来 将来好去攻打吴国 就这样 就这样整整 整整造了一大库的钩 里边 可什么样的钩都有啊 就在这时会儿 一位老勾师来了 跪在越王勾剑的面前 大王啊 臣 钱来领赏 岳王勾剑就问他 你领什么赏 大王啊 微臣我献给大王一对钩 这两只钩是采五金制铁金六合制金鹰锻造而成 但是这对钩锻炼是经久不化呀 我今天来跟您请功 是因为这对钩太特别了 那么这对钩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 咱们下回再说